1912年 卢木珍与他的儿女们在澳门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家庭照片 这一年 卢木珍已经步入了45岁的年纪 他身着一件黑色的棉袄 虽然样式简单 但依旧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份坚韧和庄重 他的目光深邃 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 让人不禁对他心生敬意 仔细观察 他的头发略显稀疏 这或许与他长期以来的操劳和付出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卢木珍的相貌并不出众 但他的和安与慈祥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善良与温暖